大家好,我是武处林Debra迪波拉 很高兴跟你一起分享迪波拉疫情杂技 今天是9月28号,在台湾是29号 那昨天我就已经收到很多同学给我的一些谢卡感言 那我自己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教师节 身为一个老师的,最感到欣慰的就是学生给他的一些谢卡 或是感谢的话语,这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支持 因为当老师的,就好像用他的生命跟智慧在栽培这些学生 因此所谓的十年种树,百年树人 这是一个长远的投资 所以当一个老师,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看到他的学生 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今天借着教师节想跟大家做一点花花吵吵的事情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的窗台吧 这是我厨房的窗台 种的是多肉的叶片植物 它非常的好栽种 属于落地生根品种 我放在厨房的窗台当装饰 点缀,并且可以美化我的景色 在厨房就不会那么的乏味,有视觉的效果 当心情愉悦的时候,做起饭来也会比较香,不是吗? 同时室内多种几盆盆栽,也可以调节室内的空气哦 好,我现在带你去采后院的盆栽吧 这是我后院的盆栽 我的品种并不是很多 但是够我使用的了 这里也有 然后我们到前面去看一看 前院比较多 因为是门面 所以我种的比较多一点 这样子的多肉植物 因为它长得像花 也不需要太多的照顾 好,剪下来吧 差不多咯 好,我们现在要开始咯 这是肥料植物的营养品 通常都是树木石买的 那这些瓶瓶罐罐就是在Dollar Tree买的 这里的Dollar Tree货物很齐全 物美价廉 现在我们来分类 然后才能继续的我们的工作 这旁边就是小石子 盆栽的装饰品 我剪了一片芦荟 我听说芦荟的枝可以增加植物的生长 因此我们试试看 就像我们吃一些维他命一样 多也无妨 怎么样,动作非常利落对吧 不过这是快速的录影 避免大家看了之后会睡着 好,终于完工了 欣赏一下作品 因为天黑了 所以我暂时留下两个空瓶纸 等一下再继续做 这漂亮的室内小盆栽 致用送礼两相宜 有机会你也在家试试哦 保罗说 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 但是教他成长的乃是神 没有错 我们是一个栽培员 或是我们带领很多人 我们教育很多人 但是别忘了把这一群人 交在上帝的手里 唯有上帝可以兴起环境 来造就他 来建造他 相信你所建造的必成就 谢谢你观赏底波拉疫情杂技 如果他对你有帮助 别忘了按个赞 或是你可以订阅 甚至跟其他的朋友分享哦 好 我们明天见